财宝目光转向日本 在日本的大学新生在每年的四月入学 全国统一高考则在一月中旬举行 今天是日本2020学年高考的第一天 近56万名学生走进了考场 我们一起看看日本是怎么高考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本的知名学府东京大学 那这里也是今年日本高考的考点之一 那跟我们国内有所不同 日本的高考是在大学内进行的 考场通常是按照学生的高中所在地来进行分配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东京大学考点呢 也将在两天内迎来近4000名考生 日本高考分两天进行第一天考文科 第二天考理科 考生可以按照报考大学和专业的要求 选择考试科目 通常私立大学需要考三科 而国立大学需要考七科 和国内一样高考对日本年轻人而言 也是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每到高考日考点门口都会聚集一些亲友和补习班的老师 举着标语拉着横幅喊着口号 为考生们加油鼓劲 一些补习班的老师还贴心地带来了小零食 暖宝贴免费发放给考生 保证学生们能够考试顺利 今年是日本现行高考制度下的最后一次考试 为了培养适应国际化社会的人才 从明年起日本政府将对高考内容实施改革 新高考更加注重学生思维与表达能力 将在语文数学科目中加大主观问答题的比例 同时为了推进英语教育改革 新高考还会提高英语考试中听力和口语题的占比 学以致用的英语能力将成为重中之重 近年来日本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出现下滑 主要原因是国际化程度的普遍低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硬士型人才越来越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 日本计划从高考开始 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培养能够自主发现问题 且能够运用语言能力 协同解决问题的国际化人才